我觉得沈凌这么一个温和的人 我觉得她已经到了这个崩溃和发火的边缘了 首先不让大家猜 你来猜一猜 你觉得沈凌还能回去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不是问题 沈凌啊 我们这私下叫她什么 叫她君子 千千君子 所以她在做任何事的情况下 她都有一个 就是我心中认为她有一个极大的忍耐度 所以说就是刚才 她即使离开了我们的拍摄现场 她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也可能她 我不知道她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样的 她可能心里极不开心 极不快乐 甚至到了一个愤怒和崩溃的边缘 大家有吃人都有这个能力 然后转过来 跟着朋友又回到自己的状态 我相信她是这样的 到底是否会回来 接下来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不起啊 我觉得今天断的有一点太多了 这就是我们拍摄的 就是没办法 就逼连大家都这样拍 都这样拍啊 就去给我们拍摄 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过多了 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我们机器有没有电啊 什么这种 包括我们工作人员都在现场 我们可以拦一下 有一些就观众啊 因为拍照签名这些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在我们工作完之后 你平时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被投一次 其实我也是投一次 没事 我觉得就是我们确认好 就是我们下一遍就是缓解 该放的东西 我们所有的机位啊 什么都确认好 沈灵做外景嘉宾遭遇到了 栏目组的连环整骨 一步步地把沈灵的耐性摸没 然而她却不知道 这只是我们的预热 更极致的整骨还没开始呢 沈灵你可要小心呢 现在你拍摄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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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都好了 我确认都好了 然后这个情绪一定再调动起来 再 不好意思 然后咱们再从头来一次 好 确认都好了 我确认都好了 不然等一下就真的很难调动情绪 对不起 好 好 再来一次 就当就前面什么东西发生过 好 再来一次 来 三二一开始 你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孝林健保也快乐 我是小黑 那么 今天来到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著名主持人 沈灵 小黑你好 大家好 我是沈灵 不行不行 不行 小黑就是 我现在特别没有情绪 前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也没办法 基本已经都过去了 咱们还得进行下去 我们都录四遍了 想一想年底的假期 没有假期 没有 想一想年中的奖金 没有 想一想幸福的家庭 刚跟男朋友分手 哇 这么惨 你说我能高兴起来吗 这么个节目录了四遍 这么惨 还主持人 太刺激了 这样吧 我简单介绍几下 然后之后 你 你 你来带动一下 你来穿这个线 然后我往下问 我现在就特别没有情绪 这样 你可以 我们少一些来回的互动吧 因为我不曉得你要问什么问题 不曉得流程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 前面就还是寒暄 然后后面的专业方面的东西 我来说 嗯 三二一 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小林 健保有快乐 我是小黑 那今天很荣幸呢 请到我的好朋友 沈凌 欢迎 小黑你好大家好 我是沈凌 哎 来做客我的节目心情怎么样 非常开心啊 而且今天听说有古董是不是 对 那平时你喜欢古董吗 我喜欢啊 但是我顶多只能说 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看 或者这个东西美不美 我觉得沈凌那么聪明 其实摆在我们面前这三个 就有真的 对 有一件 是真品 啊 你说 要我分辨出哪个是真的吗 对 这个的话 他的花纹要比这个 之前的这个瓶子 要细致一些 清潮的 嗯 比较近代 所以我可以理解他 比较干净的 哎 倒了杯热茶 您再喝点 您也挺辛苦的 亲爱的 我们在录影 我知道我知道 对我们现在不需要中间喝 您刚好说过了 说就是说在录影 等我下来的时候 可以跟我合个影 嗯 但是我临时有个会要安排 嗯 所以我想就问一下 能不能咱们提前在这儿先照一张 然后我就可以去测试 哎呦 亲爱的 您这一进来我们又要丑录了 这我就同牌拍了 好 我提供这么一个场所 而且刚才我看好多人都有跟 沈老师 不是 因为我前面都已经断了 你再来我这怎么办呢 这已经主持人都没有起来 没有 我本身也是好意 把茶送上来 是不是 就是说我只是希望 能不能拦着他一下呢 我只是希望跟沈老师合影 这有问题吗 行行行 好好 别别别 就是大家都别生气 大家都是出于好意 因为我狄狄狄狄一会儿要开会 是 你也是关心我的 是 你也是关心我的 你就再怎么样 你不能现在进来呀 我只是很小的一个心愿吧 我没想到什么别的 行行行 那个让我拍完 让我拍完可以走 好吗 沈老师 嗯 就一个合影 就一个合影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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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